印尼上映的恐怖电影《目中酷刑》 以其惊悚的内容让人胆战心惊 因此强烈建议不要独自观看 最好是和别人家的老公一起躲在一旁 或搂住别人家的老婆共同观赏 故事的主角小美是疗养院的护工 她的一天在平凡中度过 直到有一次她亲眼目睹了一件 让人三观近悔的事情 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 竟对一名年轻的护工 做出令人难以启齿的举动 更令人震惊的是 在看见小美后 老人连忙仓皇逃离房间 这一动静惊动了她的老伴 这对结婚五十年的夫妻 丈夫竟然在生命的最后关头 还选择背叛妻子 然而 这个故事要从小美年轻时说起 那时 她的父母经营着一家面包店 虽然生活不算富裕 但一家四口的日子过得安稳 某一天 一个陌生男人走进店里 小美的弟弟 热情招待了她 男人显得有些疲惫 咳嗽不止 善良的弟弟 马上倒了一杯热水递给她 男人没有拒绝 还从随身携带的包里 拿出了一盒录音带 作为谢礼 并且警告弟弟 无论如何 一会儿都不要出门 正当弟弟满脸困惑时 一名顾客趁乱伸手 向柜台摸去 然而这一幕 被小美发现了 尽管她年幼俐弱 无法阻止那个男人的离开 但她的父母 迅速冲出了店门 紧紧跟随 一场毫无预兆的爆炸 瞬间夺去了 小美和小帅父母的生命 警方调查后发现 正是那个神秘男人 引发了爆炸 小帅深感自责 而男人离去前 留给她的磁带 成了唯一线索 姐弟俩决定隐瞒此事 回到家后 小美将磁带放进录音机 听到的是 男人在经历酷刑时的惨叫声 失去父母后 姐弟俩被送往偏远的孤儿院 在课堂上 院长告诉他们 坏人在死后 不仅灵魂要受折磨 连躯体也将在坟墓中 遭受酷刑 炸死父母的袭击者 原来是宗教信徒 从那时起 小美对宗教 产生了强烈的怀疑与反感 她认为 院长说的 关于墓中酷刑的故事 不过是宗教吓唬坏人的谎言 小美决定带着弟弟 离开国儿院 然而 这个偏远之地四面环山 唯一的出入被严密把守 只有一条废弃的隧道 可以通往外界 据传 这条隧道已多年无人进入 甚至有传闻说 鬼魂在其中游荡 但小美毫不畏惧 毅然决然地踏入了隧道 弟弟虽然害怕 却也只能硬着头皮跟上 弟弟带了一只手电筒 但没走多远 手电就失去了作用 就在这一刻 一个恐怖的声音从黑暗中突然响起 在阴暗的走廊尽头 小美望着那令人毛骨悚然的身影 心中充满了恐惧 急忙向外奔去 此时 老师和弟弟已再出口等候她 返回学校后 小美迫不及待地询问老师 那个名叫伊斯梅尔的人 究竟是什么来头 老师听后 脸色大变 但却没有给出答案 为了惩罚小美 擅自逃离 老师决定 给她戴上鲜红的头巾 一辆汽车及时而过 老师告诉学生们 车里的乘客是个名叫桑彪的男人 正是她建立了这所学校 并资助学生们的日常开销 小美以为桑彪是个善良的人 没想到 她其实是个恶魔 借着建设学校的幌子 暗中侵犯了无数学生的尊严 在老师准备制止这一切时 却被校长挡住了去路 而那个伊斯梅尔 正是桑彪的受害者 早已在不知何时死去 小美偶然听见老师和校长的谈话 得知自己的弟弟 即将成为桑彪的下一个目标 她立刻朝着桑彪的住处冲去 弟弟慌忙朝外跑去 但很快被保镖拦住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拖回了屋内 最终 小美也被囚禁在里面 她用红色头巾将自己绑在木板上 准备寻找机会逃脱 小美也顺利从学校逃出 精准地砸破丧彪的挡风玻璃 趁着她下车查看的时候 小美打开车门把弟弟救走 两人再次来到那个可怕的隧道 里面却传出了阴森恐怖的声音 凄惨的哭喊声在隧道内不停回荡 小美虽然害怕 但还是鼓起勇气向出口走去 这可怕的一幕令小美害怕不已 赶紧起身寻找弟弟 弟弟在角落里吓得气不成声 蜷缩着身体 显得无比恐惧 姐姐小美毫不犹豫地拉起她 带着她朝出口奔去 转眼间 十年已经过去 小美长大成人 开始在一家豪华疗养院工作 这里的老人们大多身居高位 小美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工作 是为了寻找那些最大恶极的人 想要验证他们在死后 是否会在墓中遭受酷刑 而弟弟小帅则负责清理 这些逝者的尸体 在寂静的深夜 疗养院里的人们都沉浸在睡梦中 却在一个房间里 传出了音乐声 小美好奇地走了进去 发现一位老人半夜不睡 正兴致勃勃地玩着手机 当老人看到小美后 竟然突然问她 是否信仰宗教 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 让小美一时间愣住了 不知道该如何回忆 这个头发花白的老头 正是最大恶极的桑标 小美之所以来到这家疗养院工作 就是为了追查她的下落 桑标可谓是穷凶极恶 她的罪行骇人听闻 至少侵犯了50名学生 甚至导致其中一人不幸身亡 此时 弟弟小帅正好路过 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看到眼前这个 曾经侵犯过自己的桑标 她的眼神充满了恐惧和愤怒 愤然朝着桑标扑了过去 小美见状 心中一紧 不忍心看着弟弟被仇恨蒙蔽双眼 连忙大声呵斥 桑标意识到自己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 绝望之下 从抽屉里拿出手枪 了结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由于她生前作恶多端 最终导致与家人的关系逐渐疏远 遗体也由疗养院自行埋葬 小美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决定与桑标一同躺进墓穴 弟弟小帅 借来了最新款的红外摄像机 帮助姐姐完成这个大胆的计划 随后把木板盖了上去 墓穴顿时陷入了一片漆黑 弟弟在墓穴旁坐下 静静守护着姐姐 然而一条黑色的毒蛇 翘无声息地出现 却未能引起小帅的注意 小美则立刻打开摄像机 开始记录即将发生的怪事 令她感到惊讶的是 身处木中的姐姐 竟然能够沉沉入睡 好在弟弟的守护 让她很快醒来 小美打开摄像机 准备查看录制的内容 但只是看了开头 令人恐惧的画面并未出现 就在弟弟取下存储卡时 却不小心掉落了一个包 小美对此 毫无察觉 为了揭示传说中 木中酷刑并不存在的事实 小美决定来到一家电台 进行采访 想向公众传达 这个重要的信息 然而 播出的画面 显然与小美所期望的 截然不同 她愤怒地朝导演走去 质问她为何 更换了内容 此时的小美 仍然不知 视频已经被弟弟调包 直到导演将储存卡 递给她 她才恍然大悟 小美当即便冲去质问弟弟 但两人之间的观点相差甚远 随即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看着弟弟离去的背影 小美感到心如刀脚 那晚 她抱着父母的照片 准备入睡时 门口在这时 突然出现一个老人 老人告诉她 自己的老伴在隔壁房间 和那个年轻护工 在搞传宗接待 小美打开房门后 看到面对比自己爷爷还大的老头 护工竟也能坦然接受 自知理亏的老头 不停向老伴道歉 然而 老伴似乎受到气的影响 回到住处后 竟尿湿了裙子 脸色也变得异常可怕 口吐白沫 她尿湿以后 立马就来洗衣房内 但手指的结婚戒指 却消失不见 情急之下 竟爬进洗衣机内 开始寻找 却不小心碰到启动按钮 身体也被机器搅动地来回旋转 得知老伴惨死 老头悲痛欲绝 心中充满了悔恨 后悔自己在拥有时 未能好好珍惜 电视中不断播放 有关木中酷刑的报道 小美因在电台上 声称死后没有酷刑 导致信奉宗教的人们 纷纷前往木地录音 画面中充满了死后 遭受酷刑的哀嚎声 然而 小美对此依然不以为然 坚信这些传说 不过是迷信 她决定亲自前往木地 挖掘丧彪的坟墓 打开盖板的瞬间 小美却惊恶地发现 丧彪的尸体竟消失不见 为了寻找丧彪 小美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然而 就在此时 头顶的盖板和泥土 开始向木中掉落 封闭了她的出路 但她还是平复好 自己的情绪 努力在隧道中寻找出口 但没等她走上两步 吓得小美拔腿就跑 伊斯梅尔急切地拉着小美 朝出口奔去 但他们还没跑出几步 前方便出现了一个巨坑 在一瞬间的犹豫之后 她选择了信任伊斯梅尔 毫不犹豫地跃下了深渊 当她睁开眼睛以后 竟出现在丧彪墓内 这诡异的一幕 令小美感到恐惧 就在她身上出气孔的时候 一条黑蛇顺着管道进入墓中 然后爬到丧彪身上 顺着她的嘴巴进入体内 只见丧彪的尸体突然坐了起来 紧接着坟墓开始震动 巨大的铁锤突然出现 把丧彪砸得面目全非 酷刑也在这时才刚刚开始 幸运的是 弟弟及时出现 拼尽全力将盖板掀开 在坟墓即将被泥土掩埋之际 她奋力拉住姐姐 将小美拽了出来 由于弟弟体内的蛇毒发作 只能在姐姐的搀扶下 勉强前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